经常有话有反映自己的君子兰已经达到了开花条件 但是养了好几年都不见它开花 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其实归根结底啊还是在于土壤出现了问题 土壤有哪些问题会造成它不开花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长期不换土 那么土壤的透气性逆水性呢就非常的差 而且还含有非常多的病菌 这样呢就不利于根系的生长自然也就不利于它开花 第二点呢就是土壤里面肥不足 可能我们后期呢没有给它及时的追肥 造成了君子兰因为缺肥而无法开花 君子兰啊是一个比较洗肥的植物 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保证盆土里面的养分充足 但是又不至于伤根 所以我们可以用上一些有机肥 比如像这个发酵腐术好的芝麻饼肥 埋进盆土里面定期给它追湿 就能够保证盆土营养充足 这样呢开花才更容易 第三点呢就是土壤偏减 君子兰是一个喜欢偏酸性的土壤环境 土壤如果偏减就会影响根系的吸收 根系无法正常吸收水分和养分 那么你的君子兰自然就难以开花 所以呢我们养护君子兰啊 土壤条件一定要调节好 再加上呢后期我们给它充足的光照 再加上补足鳞甲肥自然 君子兰就容易开花了 好啦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